准备紫薯、南瓜、洗净去皮切块。 隔水蒸。 蒸好后压成泥。 准备三份糯米粉,依次做成面团备用。 三份糯米粉。 取任意大小一块面团 放手掌心搓 也可弄成长条 切小块后搓圆 制作好的圆子 开水下锅 煮至浮在锅面 开凉滚即可 捞出过凉水备用 另锅里放冰糖煮开 放牢骚 烧开后 打入一个鸡蛋 用勺子搅开 加一把枸杞 倒入一点芡汁 汤汁制作好 盛一碗汤底 加入圆子 五彩缤纷的酒酿圆子好了